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乖乖躺好 任人摆布 这到底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呢 大家好 欢迎来到猫眼观察室 在这里 猫爷收集了天下最新的奇闻趣事 带您进入闻所未闻的奇异世界 点赞订阅加小铃铛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许多人一听到抓龙筋就浮响连篇 一言不合就开车 事实上 它是很正规的按摩 正儿八经的公务车 体验过抓龙筋的人道 升天的感觉有两条途径 一个是去蹦极 另一个是去抓龙筋 抓龙筋不仅会上瘾 还能让人上天 体验过一次抓龙筋的人 通常都会去抓第二次 当你双腿分开 一丝不挂地展现身体最私密部位 给一个陌生计失时 你是很期待 有什么不可描述的故事发生吗 别瞎想 抓龙筋是泰国特有的一种古法密宗按摩 源于古印度和皇家宫廷 是泰式按摩中的最高级别 抓龙筋就是通过按摩前列腺淋巴 进而疏通脉络 促进下身血液循环 帮助男性 恢复生殖系统活力的正经按摩 据从古至今的记载 长期坚持做抓龙筋的男性 会常年保持一种 由内而外的青春状态 不仅生殖系统活力充沛 在按摩过程中会按压官员 中疾 躯骨等穴位 对预防前列腺疾病有很大的帮助 一位从事抓龙筋超过五年的记师 可以用两根手指轻松捏起一条黄扇 他将自己称为身体的下水道疏通工 抓龙筋本质上是通过外部物理施压 对前列腺进行疏通按摩的一种行为 在手法和语言的双重引导下 你将摒弃凝神 注意力跟着龙筋脉动 感觉你的摆绘学 你的摆绘学就会跳动 想你的涌泉学 你的涌泉学就会发热 觉知你的生殖 你的生殖马上就会有灵动现象 你关注哪里 哪里就是当下 抓龙筋 就跟开车去4S店保养一样 细微长 车要保养 人也得保养 人往那张床一躺 就跟汽车上了升降台 当记师的手顺着大腿内侧伸进来的时候 另一边记公也拿着手电筒 弯进了底盘下 到底是龙还是虫 抓一把就门清 根据资料 抓龙筋最早来源自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医学体系 阿玉废陀 阿玉废陀医学随着佛教东传 传播到了泰国 并对泰国的按摩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作为泰国皇室男性保养的宫廷秘书 到了近代 才逐渐从宫廷流入民间 在泰国民间掀起抓龙筋热潮 借鉴众多古今中外的男性性学书籍 融合了中医解剖学 泰国抓龙筋 形成一套成熟的抓龙筋技术体系 抓龙筋从皇寺延免 变成了寻常百姓养生保健 缓解疲劳 强身健体的帮手 古代 既是会给皇帝抓龙筋 据说手法里还有包生男孩的秘境 当然 包生男孩可能是迷信 不过抓龙筋在剑肾撞扬方面的功效 却是颇受赞誉的 特别是在泰国 天气炎热 人比正常情况下更容易疲惫 抓龙筋可以缓解男人的疲劳 加快生殖系统的血液循环 据专业技师介绍 正宗抓龙筋分两个手法 一个保健 另外一个治疗 保健不会痛 治疗会因人而异的痛 现代人平时不注意锻炼 长时间久坐 会堆积很多气节 影响阴部血液循环 导致硬不起来 硬得慢 精子量小 活力不够 这时候就很需要做抓龙筋了 泰式古法抓龙筋按摩 既是通过按压官员 中级 躯骨等穴位 进而疏通脉络 促进下身血液循环 促进男性生殖能力 有相对应的医学理论 和独特的手法技艺 但激烈的反对者认为 抓龙筋不过是人类为了语言进化 把打飞机包装成另一种说法 到底是抓龙筋 还是搞其他什么飞机 界限非常模糊 合法和违法之间隔着一张窗纸 捅不捅破全看手指头的分寸 导致这一行挂羊头卖狗肉的非常多 真正的正规抓龙筋从业人员 有时候都不太好意思跟别人说自己在做抓龙筋 事实上真正的抓龙筋和按摩推拿一样 是一门正经保健技术 只是现在还处于水土不服的阶段 以至于坊间出现了各种关于抓龙筋的传闻 那么世界上最正宗抓龙筋垫在哪呢 抓的过程中都有哪些注意事项 巨猫爷格方面调查的结果 泰国抓龙筋首推 合力泰式按摩 这是泰国人气最高 最为正宗的抓龙筋垫 拥有很高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在港澳台和东南亚的口碑也非常好 合力在曼谷和普吉均有分店 据说按摩技师都是十年以上按摩经验 其中最富盛名的技师是一位在庙里修行的长者 年已七十余岁 这位老技师曾在皇宫里为皇室按摩 目前皇家的御用按摩师均是老技师的徒弟 老技师经常出访世界各地的按摩协会 交流传播态势古法按摩 许多港台朋友甚至把抓龙筋 作为腹态形成中的重要环节 好奇宝宝们来泰国旅行 不妨找机会来合力抓一抓 谷歌地图上搜一搜 很容易找到他们店 到店后不会太语也没有关系 前台一般都会一点中文 价目表也会有主流语言翻译 技师首先用泰国特有的精油 打通客人的全身经脉 然后才开始抓龙筋的重点 接下来 技师会停留在阴囊和肛门之间部位 进行抓龙筋按摩 用双手成功型捧住膏丸 清晶按摩约30分钟 通过揉捏 拍打 推拉 点指 打通堆积器节 解除深层次疲劳 技师介绍 这种按摩法对缓解大脑的疲劳 放松神经也有一定的效果 既要轻柔 均匀 又要有一定的力量 但又不能粗暴 否则会损伤 这就对技师的按摩技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关于大家最好奇的抓龙筋常见问题 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否会痛 一般在按摩肾脏穴位时 会有一点酸痛感 是正常的现象 而且是必须的步骤 经验丰富的技师手法都会很轻柔 从旁观者的视角看 技师手法看似很用力 但是被按摩的人并不会有疼痛感 有人以为抓龙筋按摩会有剧烈的酸痛感 这是常有的偏见 抓龙筋的过程中都会有酸痛感 但是程度因人而异 酸痛并不是检验抓龙筋效果的唯一标准 有的电视节目为了噱头的需要 会夸大被按摩者的痛苦 这些都是综艺节目效果 不能当真 二点 哪些人不能做抓龙筋按摩 患有癌症 疼尿病 心脏病的人 以及短期内脏做过大手术的人 不宜做抓龙筋按摩 三是否需要禁欲 抓龙筋按摩并没有需要禁欲的说法 就像做眼保健操一样 总不能做了眼保健操就不睁开眼睛吧 如果是体虚的人 做了抓龙筋按摩后 会有一种恢复感 如果是年轻气盛的人 稍作休息 该干嘛干嘛 唯一需要注意的是 做完抓龙筋按摩后 最好不要喝太多酒 四抓一次 龙筋抵过 吃半年撞羊药 是真的吗 这个是情况而定 随着现在生活节奏的加快 和工作压力的增加 功能障碍患者人数日趋增多 中医认为 亏正多为积累成级 切不可以用急于求成 而用大补之药进补 而应慢慢调理 另一种是缺乏锻炼 长期坐姿 导致气血堆积 造成性功能障碍 这一类抓龙筋疗效显著 胜过吃半年撞羊药 五抓龙筋 是打飞机吗 有人以为抓龙筋 是打飞机 甚至可以开车 猫也很遗憾地告诉你 抓龙筋是公务车 而且手法好的技师 都不会是年轻的技师 甚至是男性 那个画面 请自行脑补 好了 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大家有体验过抓龙筋吗 感觉如何 欢迎在下方留言分享 最后再求一波点赞和订阅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千万别忘了按下小铃铛 这样才不会错过 接下来的精彩影片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